欢迎大家来到澳门科技大学线上开放日 我是人文艺术学院的老师刘潇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在这里 简单聊一聊跟澳门有关的一些趣事 整的来说是从城市和建筑的角度 来帮大家可能换一个角度认识一下澳门 因为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学子以及各位朋友 其实多多少少对澳门都还是挺熟悉的 可是在这边生活和学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我们今天就试图带着大家以一个当地人的视角 来体验一下漫步澳门是个什么样的感受 首先我们还是简单地介绍一下澳门的宏观的一些大的背景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国际视野的地图 澳门非常的醒目 其实是在我们中国东南沿海的边陲 那么为什么要放这样的一张地图 其实是希望大家提高对于澳门的认识 我们再看这样的一张地图 这个是海上丝绸之路沿岸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线路图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发现在图的最右边中间的位置 实际上是跟广州合在一起 澳门其实是作为我们整个国际贸易史上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 是写在了国际的这样的一个贸易史里边的 它同时它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里边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和经济的重要的空间节点和交通节点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澳门在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 这张图我相信可能很多广东的朋友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个广东的一张边界图 那么在中间的位置用红色蓝色黄色绿色标出来的这一块区域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大家经常能够在网络上 包括在电视台里边能够去看到的所谓的粤港澳大湾区 那这边呢可能其实可以大家自己做一个小小的测试 在这样的一张地图上面没有写城市的名字 其实在座的您各位能不能认得出来 这个所谓的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哪些城市呢 当然这个也是考验我们对于整个广东省的认识 以及对于国家的一些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些敏感度 那我们还是给大家看一下一些比较详细的信息 实际上粤港澳大湾区顾名思义是由三大地理位置 就包括广东的局部 然后呢就是香港和澳门 那么在这个大湾区的核心里边 当然香港和澳门已经占了两席之地 可是我们还可以看到国家对于整个大湾区的这个角色来说的话 是包括了广东省的九个城市 这个可能有部分朋友是不是说特别熟悉的 那么有一些儿书能详的城市 比如说深圳 它是紧邻香港 那么珠海是紧邻澳门 当然还有广东的首府广州 这个是文化和政治中心 那么在广州 珠海 澳门 香港 深圳这中间呢 离得非常非常近的 是两个最重要的这个工业城市 一个就是东莞 一个是中山 所以这几个城市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可是我们再往外扩散的话 其实往东能够去到惠州 往西呢 其实有三个城市 一个就是佛山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新兴的这个万亿级GDP的一个城市 那么再往西边是江门 是从明清以来就是非常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桥乡 再往西一点点呢 所以这个其实是整个在我们提起粤港澳大湾区的时候 是11个城市 那在这11个城市里边 澳门可以说从地理的这个板域来说应该是最小的 可是它的角色却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这张图里边 如果大家对于广东的历史和文化有一定了解的话 其实可以发现在这样的一个弯区里边 小小的弯区里边 其实是有两座世界遗产城市的 其中一个就是澳门 当然它的世界遗产就是我们澳门的历史城区 以这个大三八呀 以这个一些这个正家大屋啊 为主要代表的世界遗产核心城区 另一处世界遗产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著名的桥乡 江门 江门的这个市域里边有一个叫做开平市 在开平有一个开平碉楼 那么碉楼的形成的原因其实就跟桥乡文化和历史是密不可分的 而开平的这些当时的人 他们的足迹遍布北美遍布澳洲 同时跟香港和澳门也是形成了非常非常紧密的经济和文化的活动 所以在这个文化的层面上来说 其实港澳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广东非常非常密切的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个可能也是先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基础的大的背景 那么我们再把视线聚焦 聚焦到跟澳门本土有关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线框里面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澳门的版图 那么它是包括两大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个就是所谓的澳门本岛 实际上它是一个半岛 它是以拱北口岸为界 南边就是澳门的核心的城区 北边其实就是珠海的香州区 那么在澳门本岛南边呢 大家看到一大片的这个区域 实际上是陆档区 那么这个陆档区其实就是连接档载和陆环 两个小岛中间的这个填海填出来的区域 那么我们的澳门科技大学实际上 也是坐落在这样的一块 新填海填出来的地图上 等会儿也会给大家看一个具体位置 那么在档载的左手边 就是现在有一点黑的地方 其实是我们今天大家也非常熟悉的恒秦 恒秦自贸区 也在前不久的时候呢 从国家的层面 包括广东省的层面 其实都把恒秦和澳门作为了一个非常非常紧密的互助 以及互相协同发展的一个伙伴 那可以看到其实恒秦的面积 实际上比整个澳门的面积还要稍微大一点 这个其实大家如果在这边学习的话 会体验到这种虽然是两个地区 可是这其中的交往和互通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 我想应该是在我们国家除了港澳地区 我们国家其他的内陆的城市应该是体验不到的 那么我们再聚焦到档载这样的一片区域 我们刚才说了澳门科技大学实际上是处在档载 中间填海的这片区域上面 那么我们澳门科技大学周边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如果从这个建筑学的专业 或者是一个城市研究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大学的周边 我们的画面的右上角实际上就是澳门国际机场 基本上从学校步行的距离就可以到达一个城市和地区的重要的交通枢纽 这个机场 好像这样的一个距离 其实给非常非常多的来学习的同学 包括来访问的一些专家教授 以及各个地方的亲朋好友 都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这个交通是极为便利的 那么这个交通的另一层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澳门科技大学的下边 在这张图上没有明确标出 但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是几块比较大型的 比较整体的这个建筑的组团 实际上就是这个澳门几家比较大型的这个酒店 以及娱乐消费场所 所以跟我们学校一墙之隔的地方就是超五星级的这个酒店 所以这样的一个空间和景观上的体验 我想在我们国家任何一个其他的地区 应该也是很难有类似的这个观感的 那么在澳门科技大学的左手边 就是一些跟生态有关的 对面是大潭山郊野公园 那么下面是一个湿地公园 所以整个来说澳门科技大学是交通极为便利 周边的生活也是非常的方便 同时生态对于这个学生和这个老师来说 也是一个放松身心的非常好的一个去处 那么再稍微远一点一点的 其实也是步行距离可达的 就是可以到荡载的城市中心 在那边又有一个这个历史街区 当然如果 当然是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可能设计不到 也希望大家来到澳门之后 去围绕学校周边可以去行走去探索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 可以看到以澳门科技大学终点吧 周边的一公里以内 其实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交通娱乐 商业休闲和文化的一些区域 所以在这边的学生的生活和学习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那么我们说到澳门的城市和建筑 这个现在刚刚切入正题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应该都来过澳门 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 是自己个人游也好 是跟团也好 还是就专门是为了来澳门消费购物也好 其实对澳门真的并不陌生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不陌生 甚至是熟悉的背后 我们是否真的认识澳门呢 换句话说 我们除了大三八 除了马格庙 除了旅游塔 除了酒店 除了消费场所 那么大家对澳门的印象 还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所以其实今天这个 也不能叫讲座 今天这个分享 就是想跟启发一下大家 实际上是除了这些非常非常著名的标志性的景点 澳门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细细的探索 慢慢的流连的这样的一些趣味 那这张地图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旅游地图 大家不管是从口岸过关的时候 你可以在口岸拿到的一些官方的地图也好 还是在一些商业场所 可以拿到的一些地图也好 其实基本上给大家标出来的都是一些比较典型的 或者说从交通上 从这个设施服务上都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些区域 比如说澳门的几个重要的世界遗产地 当然还有那些酒店啊商场啊等等等等 可是在这边没有标出来的 反而是我们作为澳门本地人 或者说你在澳门学习和生活 你能够去体验到的一些风土和人情 比如说当提起澳门建筑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网上简单的一搜 经常会看到类似这样的图片 比如说可以看到摩天大楼 高级的酒店 那么紧挨着这些摩天大楼的下面 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原始的 在地的这个广东本地人居住的一些小旧的房屋 那么再比如说这样的一张图片 其实是在网络上大家经常可以搜到的 荡载的建筑的一个缩写 中间其实就是所谓的澳门巴黎人 他的这个标志性的铁塔 那么往两边 依次就是威尼斯人 包括伦敦人 包括永利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些 是在两千年以后 随着荡载填海 随着陆荡城的发展 迅速崛起的这样的一些 非常非常有标志性的建筑 其实这个背后 更多的是一种所谓的固定的认知 那么当然在提起澳门的历史和文化的时候 我们首先映入眼帘的一定就是 比如说大三八呀 比如说这个澳门的炮台呀 等等这样的一些游客 游人如知的 这个这个各个网站呀 或者是旅行社呀 或者是游客呀 首当其冲的这些点 当然我说的游人如知是指的疫情前 如果大家近期来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 还是会享受一个比较舒服的这种旅游的环境 那么话说回来 其实我们在说澳门建筑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主观的异端 在脑海里边一定 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建筑 比如说新普京 比如说大三八 比如说马格庙 比如说永利等等 可是难道澳门的城市和建筑只有这些吗 显然不是 那我们还有哪些 值得大家去关注和体验的场所呢 当然非常多 我们今天只是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小小的例子 这两张地图呢 应该是大家都可以在澳门文化局网站上都可以找到的 左边这个呢 其实不同的颜色代表的是不同的区位 比如说红色的这个粉红色的区域啊 其实就是这个世界遗产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的世界遗产的缓冲区 那么颜色稍微深一点的呢 红色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世界文化遗产里边有名有姓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建筑遗产 那么我们再放大的话 其实就是右边这张图啊 可以看得到这个每一个红色的区域 其实就是指的一个建筑或者是一个建筑群啊 这些是可以说是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啊 吸引了可以说百分之九十左右的游客 都围绕在这样的一些区域 可是出了这个区域就人就非常非常的少 就非常非常的本地化 那么举个例子 其实跟澳门世界遗产的这个缓冲区 紧紧相邻的啊 在澳门我们叫做内港区域 在这样的一片区域 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啊 这个有价值的历史空间 当然近期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专家 以及我们这些高校的师生 其实呃 对他投入了非常大的关注啊 我们稍微放大一点 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线性的这样的一个呃 沿海的空间啊 当然他呃 呃 随着呃 这个澳门世界遗产缓冲区的边界线会有一些呃 出入啊 整体来说它是一个线性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 在这个区域里边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如果大家呃 呃 有机会来澳门的话 你除了呃 走这些呃 历史城区啊 其实往外稍微走一点点就可以到呃 呃 一个非常非常的生活化的一个澳门的空间 你沿着他的这条海岸线来走的话 你会发现什么呢 会发现大大小小的啊 建成于不同时期的啊 有这个呃 非常非常多重功能和属性的码头 一串码头 大大小小的码头 那么我们简单的其实可以稍微放大一下 比如说哈 几号几号 这个就不去具体去说了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每一个码头的建筑样式和材料和这个呃 尺寸比例啊 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其实每一个码头就代表了他们所这个兴建的历史时期的一些特色 比如说有的用混凝土啊 有的用钢结构 用有的是用砖石结构等等啊 这个而且你如果今天走在这样的一条呃码头的景观线上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这个时光穿越的感觉啊 比如说你会看到一百年前的码头啊 你会看到二十年前的码头啊 你会看到今天还仍然在使用的码头 你会看到已经改变了功能 但是呃 呃这个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完美的呃 适应的码头 你也会看到一些 呃这个纠结于呃 呃今天的功能和建筑样式是否能够匹配的这样的码头 甚至还会看到一些 闲置的啊 有待我们进行重新利用的码头 当我们走在这样的一条码头的景观线上的时候 我想既可以体验到呃 呃这种澳门本地的一些呃 呃这个这个航航运啊 包括货运啊 包括这个鱼鱼业的这些特色啊 也也会给人一种这种时光飞逝啊 物是人非的空间改变的这种观感 所以当然关于这个内港的一串的码头 其实呃 很多的相关研究正在进行当中啊 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呃 除了这些呃官方的啊 这个所谓的世界遗产地 除了这些呃 非常非常风光的 非常光鲜的啊 那些大型的酒店啊 大型的这个商业购物场所以外 其实要对澳门啊 这样的一个城市去抱有兴趣 啊 对他的历史 对他的建筑 对他的文化啊 啊去对他的这种呃 之所以形成今天这样一个呃 多元的包容的啊 啊 这个古今共存中西交融的 这样的一个呃 城市的呃 背景啊 其实我们需要去抱有更多的好奇 这个可能才是呃 呃 大家来到澳门学习和生活啊 短的可能两年三年啊 啊 长的甚至需要去到四年五年啊 甚至六年七年 你呃 呃 呃 其实对于可能 历史上来说 这这这这几年都非常非常短暂啊 但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尤其是我们呃 呃 呃 各位同学如果在这边学习的话 这些青年时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啊 也是希望能够大家打开自己的视野 真正的拥抱我们生活和学习的这个城市 那么说完了呃 呃 这个内港的码头呢 呃 我们最后啊 啊 再把视线再聚焦一下 来到我们澳门科技大学 啊 这个大楼呢 呃 是在澳门科技大学 呃 呃 里边的R座综合教学楼啊 可以说是呃 呃 我们学校最新新建的一座综合大楼啊 啊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人文艺术学院啊 呃 从2020年开始呃 呃 的一个大本营啊 啊 一字六楼啊 可以说都是人文艺术学院的办公和学习的场所 那么呃 呃 给大家看这张图呢 并不是接下来要介绍我们人文艺术学院了啊 不是啊 其实还是想延续之前我的一个观点就是 我们在这边生活啊 啊 在这边学习啊 啊 是需要去能够有一些呃 更细的视角 或者说我们是否能够去感受到这个 呃 我们身身体周边的一些环境的细腻的变化 以及美好 呃 之所以给大家呃 呃 看这个图呢 其实呃 呃 对我来说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个人的亲身的体验啊 呃 呃 在我来这个呃 呃 学校工作的时候啊 呃 我就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 呃 情不自禁呢 我也录了一段很小的视频啊 呃 那这个这在这儿呢 我先给大家放一段小小的视频啊 看看大家是否能够在这个小小视频里面能够去呃 呃 看到一些可能呃 不一样的啊 一些小小的细节啊 那边的事情 呃 是 每个人都要不要去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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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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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可能大家在第二次看视频的时候 可能有注意 就是在这个本身 其实仅仅是为了 这个建筑表皮的美观 而设置的一个双层的 空心的这个穿孔板里面 其实现在变成了 这些小鸟的家 这些小鸟 它们比人会找地方 对吧 这样的一个空腔 实际上是对于它们的筑巢 非常非常的理想 又可以遮风挡雨 又透风 又有阳光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本身 其实是一个冷冰冰的金属的 表皮的一个空间 变成了这种鸟儿的理想的家园 它们在这个建筑上飞来飞去 在大大小小的这些小洞洞里边 穿来穿去 最美好的是 当你静下来的时候 当你不那么急于去进入到这个建筑的时候 当你抬头看过去 当你打开自己的耳朵的时候 你会听到周边的风声 你会听到这个鸟鸣 你会感受到时间和时光 其实在这一刻是非常非常美好 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 好好的去感受生活 好好的去享受在学校的 这个学习和生活和工作的 这样的一段时光 最后也是把屏幕留在这个大楼上 希望大家有机会 能来澳门科技大学 能来人文艺术学院的这个儿座 来亲身的感受一下 我们的学习和生活的经历 同时看看能否再次跟这些鸟儿邂逅 那么最后呢 也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这个聆听这个讲座 欢迎大家联系我们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同时关注我们大学以及学院的官网 有任何的最新的消息 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的跟大家分享 那么也希望有缘 我们能够在澳门相见 好的感谢大家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好的拜拜